夏季的花海 冬季的候鸟 流藤的年储核 滋不热核 养育着数百种动植物 18.27平方千米的日喀泽江萨国家湿地公园成为了候鸟的越冬乐园 每年冬春时节 陈群结队的候鸟就会飞来日喀泽越冬 碧波万寝 水鸟翩翩 近日日喀泽江萨国家湿地公园 已经能够陆陆续续地看到成群候鸟在田野上 湿地上 它们时而觅食兮兮 时而展翅翱翔 与天空 水面交相辉映 给冬日的日喀泽增添了几分生机和活力 广袤的农田和水资源为鸟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据附近村民介绍 这些候鸟每年都会来这里 2021年12月29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 日喀泽江萨国家湿地为国家级湿地保护公园 公园内湿地分为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两大湿地类 和永久性河流 草本沼泽 森林沼泽三个湿地形 结合规划区内的资源分布及资源特色 将公园划分为五大功能区 分别是保育区 恢复重建区 合理利用区 宣教展示区 管理服务区 湿地好不好 鸟儿来评判 鸟是湿地公园保护工作中的重要监测指标 自江萨国家湿地公园成立以来 湿地管理规范进一步加强 保护成效明显提高 通过印发宣传手册 悬挂宣传标语 走村入户宣传等各种形式 不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的宣传工作 父亲群众的湿地生态保护意识得到不断强化 在保护过程中建立了巡护日志 人员管理等制度 做到了管护成效与管护费用挂钩 全责力相统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近年来 我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引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脚踏实地 出力奋进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成果丰硕 成绩亮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尊重自然 顺引自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 如今的日卡泽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气质与颜值不断提升 一幅山川秀美的生态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绿色成为日卡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绿色成为日卡泽高质量发展